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进党大佬林朱水 不只批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草包 还嘲讽是进化版 家里客厅就是小工厂 过去很常见是最差的代工 现在台湾早是工业社会 难怪零桌水停不下去 在脸书说韩国瑜草包本质戒不掉 担心台湾走回头路的 还有中华大学讲座教授杜子诚 杜子诚在脸书炮轰 由经济学家马凯站台的韩国瑜 难道是要大走回头路 回复圣诞灯手工组装吗 韩国瑜经常把庶民挂嘴边 在最后一场国民党正月发表会 把庶民经济和家庭代工相提并论 韩国瑜到底会让台湾前进 还是后退 显了意见 三立新闻葛子刚许敏娟 台北彩方报道